ICC 防甩槍 防甩槍 在回歸25周年的日子 新任年政專員胡英明 延續肅貪唱年的使命 帶領反貪工作邁向新領域 在上任個多月後 專員親自拍片 向市民介紹廉署的工作 專員先後走訪了執行署 防止貪污署 社區關係署 以及國際合作及機構事務署 更加到訪各分區辦事署 和廉署訓練營 了解同事日常工作和訓練的情況 今天安排我來九龍灣身處 和同事聊天了解他們的工作 這是我們接待處 如果市民進來 我們會先了解他們有什麼需要 跟我們有什麼幫助 專員 這裡就是我們的活電室 如果有市民來做查詢或舉報 我們就會邀請他們進來 有很多 也有17和單 所以其實數量來說 就是七間斑駐我們排第二 給我一個感覺很有活力 因為很多年輕人 我個人很喜歡和年輕人聊天 因為我的思想可能已經落後了 但是和你們聊聊 遇見老人會更活動 年輕人也有年輕人的好處 但是我們也要聽聽 有時的前輩大家互相遇見老 這樣才有和諧 今天我剛好從北角工廠總部 從這裏屯門訓練營 我知道今天有一班 是助理的調查主任 去第二階段訓練 對於我來說 都是比較新鮮 所以我們來看看他們 究竟這個訓練情況如何 我在一個後面 右車位的地址 找了一個信封 你有沒有試過 那個市主 會不會很野蠻 或者是完全不合作 可以繼續努力嗎 OK 謝謝 謝謝 再見 辛苦嗎 老Sir 老Sir繼續 OK 今天會進行一個交修會面 所以我們在車廂裡進行一個 秘密監察的行動動動作 那些階段訓練才重要 我覺得其他人手 你是有的 但問題是 別人一轉陣 你怎樣搞 給我一個印象 就是這個地方 雖然麻雀雖小 但是五藏俱全 我剛才看到有一個地方 在計劃一個行動 事實上同事的參與程度也很高 還有他有危機的感覺 我問一些問題 是有些階段 給我耳目一生 但問題是 我經常都說 訓練或者運作 不要自慢 永遠都有改善的空間 我們會不會 將來在訓練中 還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這些就是大家要去摸索 未來的日子 廉署上下會一條心 繼續維護香港廉潔安穩 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 結束 本身在城 我們會不會 跟會不會 成為在空間 永遠的安靜 跟會不會 有一個難關 然後 有人會問 他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